红酒开瓶后能放多久? 不同类型的红酒保存的时间并不一样 如果是红葡萄酒在打开木塞之后 需要放在凉爽处密封保存 保质期是3-5天 而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 需要放在室温21度的房间内通风保存 如果是桃红葡萄酒 用木塞密封放在冰箱内保存 保质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左右 如果是起泡酒 可以密封保存3-4天 如果已经喝掉了半瓶 那么在两天之内 需要将剩下的半瓶喝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